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今天我们现场 我是陈凤馨 那每个礼拜五 在我们现场的是 中英财富分析师 曾为台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在进入分析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的表现 昨天台北股市 其实表现是强劲的 开平走高之后 收盘的时候上涨了 55.62点 收盘指数15609点 涨幅0.36% 不过成交量萎缩到 只有2015亿元 OTC的部分呢 也上涨了1.12点 收盘指数是212.42点 涨幅0.53% 成交金额是746亿元 为大家台北股市 虽然前一天 美国股市是下跌的 而且其实跌幅还不轻啊 但是呢台北股市 昨天意外的是开平震荡 而且只有小幅度的震荡之后 就立刻的翻红 然后一路都是上涨的 那今天美国股市又下跌了 但是台股当中的 台积银的ADR是上涨的 要怎么来看待台北股市的状况 好 风景早安 大家早安 的确我们看到 在最近美国股市 真的是让人家有一点点意外 因为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 甚至有些指数是连续四个交易日 都是呈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 那以目前来讲 美国股市连续的下跌 事实上 我觉得对整个这个台北股市 理论上应该都会有所影响跟冲击 不过就像刚刚凤星所说的 昨天其实台北股市表现的 其实相对的一个抗跌 甚至呢 还让人家觉得说 哇 好像美国股市跟台北股市 又再一次出现 有点脱钩的一个表现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 行情的一个规划来看 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跟前一两个礼拜 没有相差太多 就现阶段就指数的部分 它比较维持在 就是高档的一个区间的 一个盘整跟震荡 然后呢 个股的一个表现 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 这个是大价构上 那美国股市 其实最近值都在反映的 就是包括像是 所谓的财报方面的一个数字 那像这个Crowcon 它公告出来的一个数字 也并不是这么的好汉 那所以会造成就是在科技的股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 卖压会相对比较沉重一点点 即便是有些个股会出现 所谓的利空出境的一个止跌跟反弹 但是呢 获利数字不佳 经济前景有一点疑虑 这的确也是事实 所以短线上面的反弹 跟这种所谓的能不能够走出波段多头 这两件事情是有差别的 好 那所以现阶段我觉得在台北股市的一个部分 是随个股表现 那个股表现的情况之下呢 一些就是有一些法人有在地做照顾 或者是他有一些我们现前所提到的一些 中长线产业趋势的一个族群 例如说 昨天看到三人模组的部分 包括像是旗虹 包括像是双虹 这跟这个所谓伺服器 或者是上礼拜我们所提到的云端AI 这些有相关的一个题材的这些的一个个股 在震荡的一个盘整当中呢 他还是会有他的一个买盘 或者在这边做介入 好 所以维态 我们现在就大盘的角度来讲 因为你大家已经连续几个礼拜都告诉大家 区间震荡就是15300到16000 对不对 差不多这个区间 差不多 对 差不多 那每一次到了 所以之前到15900多点的时候 你就说已经在高原区了 那到了15400点 你就觉得是在低档区了 那现在来到15600点 它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区域 这就是一个困难的选择区域 但是因为指数的空间不大 所以我们就来看个别产业的部分 好 那个别产业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 题材非常的重要 因为指数空间不大 所以全指股不太有太多的表现 它反而必须是中小型有题材的个股才有机会 是 那我们来盘点一下一些题材好了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散热模组 昨天很热 双红 旗红 然后今天消息就传出来说 摩根斯丹利呢 他已经呢 就是调高了对于散热模组 就是包括了双红旗红的目标价 但是能追吗 好 还好我们讲在前面 讲在摩根斯丹利前面 真的 对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现在就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来看 大概未来的两年到三年 这个所谓的云端伺服器 或云端AI相关的一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认为说在趋势上 我觉得其实他们 我们还是会站在就是看多的一方 但是在操作上来讲 其实刚刚凤鑫问的非常好 短期上面还能够追吗 我们就以双红来讲好了 双红其实在这个波动 它在往上去做走高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我个人观察到 就它有一点点就是成交量 没有像过去这么样的一个积极 因为它的主身段是在三月中旬 然后一直到四月中旬 这是它的主身段 四月上旬 四月上旬创了高点之后呢 拉回曾经跌破了月线 那现在呢就在月线这附近来回的整理 其实它的位置点是高的 对 所以它是属于 它是有整理的 可是它的整理也在高点整理 对 好 那既然它是属于高点的一个整理 从股价上面来看 然后呢再从它的成交量来看 其实最近它的成交量 有往上去做增加 跟之前那种 往上去做这种所谓的一个推升 攻击的感觉 追价的买盘 稍微比较保守一点点 因为它三月启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量是一下子放很大 对对对 它是很顺利的就一直 一直往上去做一个走高 那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是 一两天大 然后又掉下来 然后再大一两天 然后又稍微去做休息 所以代表说市场上面 对于现在的可能这个价位 他们稍微有点点疑虑 但如果说 例如说像Mock Stanley 或者其他的一个法人 陆陆续续都有推出 一些看好的一个报告的话 那可能市场上面的一个共识 又会再一次的改观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现在可能就是 可以先做一个持股虚报 倒未必要急着去做介入 那同样的包括像3017 的一个齐鸿也是 它就不要了 它就是创新高了 对它反而是这一波的 就是真正的领涨的一个指标 那也事实上它在切入 这个伺服器相关的 一个产品线的部分 也比33242刷后来的还要早 所以我觉得在 在这个散热模组的一个 这一块来讲 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有 就是一线跟二线 就是指标股跟 就是后进个股的一个差别 那当然像是 包括像是建策 这种其实也是 就是也是散热相关的 对而且它在整个股价的表象 也算是相当的一个不错 那这些个股 我觉得大家可以 列为口袋名单 倒未必一定要 马上去做介入 不过因为位置点都高 你的建议的介入的方法是什么 如果是口袋名单的话 因为坦白说 以它这样的位置点 如果说你说真的 等到它跌破季线的时候 又没有人敢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就分成 林涨股跟就是 后进的一个个股 我们现在看一下 3017的一个奇红 它是属于林涨股 那这波林涨股 你可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它在最近的这三个交易日 是往上突破破断信心高 那突破破断信心高了 基本上它没有像双红一样 就是过高拉回的这种的一个走势 所以其实它前破断的高点 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突破 我们在操作的心理学上 是这样子讲的 就是说它的量跟价是配合的 对就是市场上面非常的认同 没有什么特别疑虑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水量价结构来讲的话 当然其实回到就是 前波段的一个高点的位置附近 我觉得就是可以先去做 第一波的一个承接或布局 那同样的是因为 融资的部分 反而在最近这五个交易日证 现在下滑 你是说 其红 对它融资是下滑的 然后它融卷是增加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抽码结构 它也可能就是不会回了台深 所以我说 在前波高点的附近 或者是在这个十日线附近 我觉得它就可以 有机会去做止跌 那反而是像3324双红的这种 它其实 毕竟前波高点的一个 手机是这种追价买盘的意愿 就是没有这么样的一个明显 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个股 我们可以参考它过去 这个股价的一个惯性 那股价惯性基本上都是 都是守在就是这个月线跟季线之间 所以可能它跌破月线 然后量缩或是接近季线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稍微去做个留意 所以按照量价的配合 还有它过去的表现跟筹码 你要选择不同的介入时间点 是的 对不对 好这个是 因为之前如果在第一时间 没有介入的话 现在总是会有它的担心的地方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好那这个是散热族群 还有政策面的部分 最近很红的都是这 就是你知道股价跌 那这一些政策的题材股 还是继续的涨 但是要怎么去追这些政策题材股 你建议吗 如果你提到是军工相关的 我当然短线上面是比较不建议 因为最近因为新闻一直在讲 说有军火商要来台湾 然后去做要求寻求合作 我觉得新闻讲在前面 然后国家的涨在前面 现阶段我不太建议大家去做个追进 但是我必须要说 其实国外厂商来台湾寻找合作 这件事情是非常核心跟合理的 对 因为并不是说我们的地理位置有多么的 而是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这样讲任何的产业或任何企业 他们发展到后面 cost down是必然的必然的需求 对 那有这样的技术 然后又有cost down的管理能力 基本上台湾厂商绝对是无可厚非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从产业 对对 就想从产业面的基本面来看 的确是这样 但是如果说就操作面来讲 就是其实国家已经长在前面 新闻又已经爆出完了 所以这部分可能会要留意 就是新闻面上消息面上 所谓的利多实现的 这样子的一个卖压产生 所以你比较认为 最近其实利多实现的可能性 我们举几个例子好不好 好啊 譬如说 像昨天像是这个 四五四一的这个成田 成田OK 这个也是跟这个飞机 零主舰有相关的 那最近可以观察到 它也是在过这个突破 前波段高点之后 成交量就突然就明显的放大 连续两天在这个五月 二号跟五月三号 而且就是在 二十五家军火上来的 消息的那一天 有一个爆量长黑 对不对 对对 好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 就是说题材 怎么去观察的一种方法 休息一下 马上回答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请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重音财富分析师 曾维太也非常欢迎 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所以刚刚这个维太有提到说 如果以军工题材来看 我们举成田为例好了 那么成田是 它的股价 其实刚好就在 五月二号 就礼拜二 他就知道说 这些二十五家军火商 要来台湾 确定 本来是说五月底 然后现在提前到五月初 一确定了之后 当天爆量 但是却是收了一个 长黑K棒 对 那接着就开始 那当然一天整理 然后一天跌 那这样子的现行 或者它的筹码 怎么观察 应该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量价结构 就很明显可以看到 就是前两天 去做买进的投资人 短信上面就是被套了 就是被套 就跟着新闻走的 对 他就是被套了 那被套完之后 当然其实他可能整理完 如果还有其他的一个利多题材 他可能还会再往上 但是就像我们看到 包括像宝一 包括像是汉祥 在最近这两三天 他们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都是只有在高档 横盘 并没有说再往上去做走高 代表说其实每天去做买进的人 现在其实未必有赚得到钱 那这些短套的一个筹码 如果说再接下来 他一直得不到好的一个回报 那他可能就会变成 就是未来的潜在性的卖牙 所以在军工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在近期的一个表现 上面来讲 可能要稍微听看听 那其他政策相关的一些题材的部分 我有观察到像是 就是这种所谓的一个电线电缆相关 就是说电网 这个所谓缺电题材这部分 最近他们的这个股价又表现 又相对的比较抗叠跟强势 包括像是大雅 或者说像第一桶 这些有相关的 或者甚至说之前看到 已经回测到低档的 甚至连1605的华星 最近他们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也都是相对的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表现 还像是什么华融 1608的华融这些 这些政策是很传产的 然后但是就是属于 很稳健的老牌公司 就这样默默的也涨了一波 对 就这样子 也就慢慢的涨上去 所以其实在1608华融 其实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他们都是最近的股价 都往上下就走高了 所以这些就是有政策 有题材 这边再去做一个加持 然后这个股价 也就不叫不会寂寞 那这个是在 在这个就是电线电缆这一块 电线电缆 对对对 所以可是他们位阶都也蛮高的 是啦 但是这些所谓的这种 所谓的传传股的一个部分 它跟一般电子股就比较不一样 它的一个涨势就是比较 是属于一步一步一步的 step by step 就是一步往上涨 它也不太会跳空 对 像这样子的一个个股 波动幅度不是那么大 也不是那么热门 对 所以它这个涨势会比较容易能够延续 一个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所以像这种个股 我觉得是可以 特别去做一个留意跟观察 那还有就是生计 其实在前两天我有看到就是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一度来到百分之四十九 或是四十八 也就是在五十百分之以下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过去这一两年 电子股跟生计股往往就是一个悄悄板的一个效应 对当电子股再度休息的时候 其实生计股的一个这个人气就回来 甚至在这个成交比重就拉高 作为支撑大盘的主力来源 至少在气氛上是这样 对所以最近有看到一些这个生计股又慢慢慢慢的回来 包括像是中育 台康生 或者是明达伊 这些有些遗材相关的一些题材的一个部分 也慢慢慢慢的一个回来 但是其实观察到 其实这些的生计股又跟过去那一年不太一样 又开始轮到一些新的 例如说叫奈米伊 刚所提到的明达伊等等的 这些是什么做什么的 有些是就是跟医材相关的 然后他就不完全是 我们在前阵子一直有在提 就是有人就是说新药的部分 他跟新药比较没有什么 对对对对比较没有关系 就是开始轮到另外一个族群 在这边去做轮动 所以像这一种的一个这种 类骨里面的轮动的架构 目前看起来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那当然其实这个也是跟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的 除了军工AI的伺服器相关 其实生计也是长线 应该是目前为止不会改变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资金也在持续在里面去做一个轮动 可是是转向一财这件事情 对因为这一波生计的 这个新药股的一个部分 除了这个中育有比较强势之外 之前大家所提到的 包括像是药华药 包括像是4123 像是成德这些 其实并没有像过去这么样的一个强势 甚至说像保龄附近 最近都比较没有看到他们 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所以本来资金就开始去寻找一些 比较过去比较没有涨到的一些益彩股 然后去做这个介入跟买进 所以刚刚谈的其实都是政策指标股 跟着政策走 其实在任何情况之下 它都会有热一波的重点性 所以这都是我们刚刚点算了 哪一个政策的这些方向 有一些比较没有被热炒 但是相对它就比较稳健的在 这个金金涨 对不对 还有探权 探权要怎么看 这波真的是很厉害 这个造子股 对啊 我说真的探权要介入 我一直都觉得 因为我们对于探权 它可能产生的效益到底是什么 其实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研究跟理解 其实现在不要说研究也没有办法算 其实像就是说华智 对啊 因为我刚好有认识 就是朋友跟华智有比较相关 他们也认为说探权这件事情 的确是对他们有帮助 可是到底帮助有多大 他们其实自己都没有办法去估算 对啊 因为探权的交易平台就还没有成立 但是可能还往后延 对 那我都还没有交易 我怎么能够去试赚出来 我大概能够赚多少钱 而且连定义都还没有定义出来 对 对 所以这一波其实就是您刚所提到 就是那种政策面的题材过 包括像华智 然后郑龙 永丰渝 然后这一波其实都陆陆续续再往上涨 我觉得这个是一部分 这个是一部分 但其实从年初我有稍微观察到 就是在纸浆的一个报价上 在原物料相关的报价上 就我记得有几个特别聊过 就是在纸浆 在原物料报价上面 其实纸浆的报价 算是相对比较稳定 区域往上的 所以我觉得它在另外一个 传统的这种所谓基本面的发展上 它也并没有比过去还要差 再加上现在有探权的题材去做加分 所以他们那个股价就慢慢慢慢的 就往上去做顶高 但是位阶很高的部分的话 它可能都已经来到它史上的高点了 这个要介入就确实 我们举例来说以滑指而言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它跟 它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仅次于在2021年7月的时候 所创下来的历史高点 是 对 而我认为其实它是有可能会挑战前高的 好 这个是这个部分对不对 对 要政策相关 对 也是政策相关 但是要就是还是要注意就是说 这个政策相关到底有多大的效益 其实目前连公司自己都不知道 都很难估算 对对对 所以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件事情 这个想法 好的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政策面 现在看起来只有政策面比较有用了 如果说是国际的行情的话 对 就还是保留观望了 对 因为受到太多总理经济的数据的影响 大家可能对总理经济数据会比较冷淡一点 非常谢谢维太 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谢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八点钟节目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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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ście